大家好,我是小萊姆,歡迎收看小萊姆的三次元 今天我們來懷面童年 話說在小時候,其實我很喜歡喝美綠 那時候喝美綠的方法並不是這樣喝 我們都會配一個瑪莉餅 那這個瑪莉餅我們怎樣吃呢? 就是好像Oreal一樣吃,浸泡奶 我們就拿一個瑪莉餅,然後浸在美綠上 這個是很美妙的童年 但現在已經很少喝到美綠了 不過超市幸好都還有得買 不過你在茶餐廳那些地方已經不再喝得到 所以今天其實我很想懷面一下 並且想實測一下 究竟瑪莉餅店這三樣東西 究竟哪一個比較好吃呢? Let's do it 好了,事不宜遲,是時候要試吃一下 回味一下童年那份的感覺 挖出來了 跟蝦莉餅店一般的味道 好 喔 小小的時候,我記得當時在元朗 我不是住元朗的,只不過當時去了朋友家玩 那個地方就是圍村裡面的村屋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另外兩個小朋友 一人沖一杯美綠,之後有些餅乾,然後就給我點你吃 回憶太美好了 其實我也有個疑問,究竟這個是我自己的個人回憶 還是大家都是這樣呢? 因為我姐姐小時候都是這樣吃的 而你們會不會也有機會是這樣吃呢? 或者其實你現在都仍然是這樣吃呢? 不像Oreo,Oreo經常買廣告一靈一靈一奶 這些我知道 但是我們點美綠,或者是歐華田Horlick都好 你們有沒有這些回憶呢? 分享來聽聽,留言告訴我,OK 好啦,試完美綠是時候試了 歐華田啦,歐華田啦 嗯,嗯 朱古力沒有那麼濃,但是麥香味會比較濃 最後,試一下這個Horlick 都不錯,但是沒有這兩個那麼出色 個人都是因為回憶的關係 這個打壓分數一定是最高的,沒辦法 其實我記得呢,小時候我最喜歡喝的是美綠 然後到慢慢長大,我能夠自己選擇的時候呢 後來我是喝好立客Horlick 我是很喜歡喝Horlick的一段時間 應該是大概中學的時候 不過我其實慢慢長大,去到大學啊 就會喝檸茶奶茶比較多 現在出來社會,其實都是喝檸茶奶茶比較多 相對呢,應該很少再喝好立客,歐華田和美綠 我想這些都是因為成長的關係啦 其實好像沒有關係 哈哈哈哈 是覺得茶和咖啡才是比較代表著 成年的感覺,一個長大的感覺 當我們缺乏精神的時候,我們需要提神的 是靠茶和咖啡,而不是他們 突然都燉不到一種成年的感覺 哈哈哈哈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呢 Horlick是叫做Horlick 即不是這個Horlick,而是我的狗 其實都是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喝Horlick 喜歡到一個地步呢,要把Horlick改名為Horlick 哈哈 美綠的朱古力味呢,是會比較濃 所以趁這個餅乾度,感覺上會比較好喝 其實我很想問一個問題 美綠其實在馬來西亞其實很受歡迎 我相信大家應該知道 就算在7-11,也有一支支美綠的飲品買 那為什麼香港就被Horlick和柯華田去霸佔了,而很少看到美綠的蹤影呢 小時候是有的喔 可能是因為茶餐廳的問題 因為美綠茶餐廳沒得喝? 知道的朋友,麻煩你跟我分享一下 在這裡很想分享一個特別的主題 究竟你們小時候有沒有跟你們的回憶 其實到現在已經是Failout了沒有了的呢 而很想去回憶,很想去重現這些這麼小學生的東西 如果你有的話,不妨在下面留言 我嘗試用各種方法去重現,然後再拍一輯影片給大家看好不好 今天呢,小時候一個童年回憶能夠重現,我都覺得很幸福 人大了難免會常常懷面過去的 屎萊姆也一樣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的朋友記得給個like啦 有什麼想跟我在下面留言啦 最喜歡的訂閱我,我是屎萊姆 我的頻道是屎萊姆的三次元 按個鐘仔,下次再看明天六點半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